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多些运动员可以接受全职训练 起居饮食都集中在体院 自然就可以更加专注了 营养监控第一步 当然由饮食做起了 体院餐厅里的精英角 就是照顾运动员一天三餐的好地方 可能大家会觉得 食物要健康的选择和味道 可能会单调一点 不过以自助餐为主 还有营养标签提示的精英角 就让大家知道 健康饮食一样可以有很多选择 要全面实行现代化 体院在场馆方面 也投放了不少资源 像这个在体院重新发展之后 新增的52米游泳池 就符合国际赛事标准了 同时也翻新了25米游泳池 加起来就组成了一个 有完善配套的游泳馆 场馆的优化 绝对有利温动员进行更系统化的训练 除了游泳馆之外 出球馆也是体院近年新增的设施之一 这里拥有国际赛专用的课台 而且对光暗和湿度的控制都非常讲究 看到体院的新设施 又怎样可以不提到这里的保宁球中心呢 中心里面有两种国际比赛使用的球道 让运动员在比赛前 可以选择最合适的球道来训练 难怪保宁球队 在近年的国际赛事 屡创界值了 运动生物力合科技中心 里面是分开两个组别的 我们有心理学的同事 他们主要是做技术分析和战术分析 运动科技的同事主要是 帮忙改良一些现有的仪器 我们其实在体院里面有 十一个场馆都安有视像的反规系统 让运动员和教练在训练之后 可以即时看到自己的动作 游泳馆里面还有一些摄影机 在水底里的 水底摄影机可以拍摄了水底动作 那些水底动作拍摄完之后 我们的系统可以分析到 究竟运动员在水底 在水底滑行的距离多少 滑行的深度 速度 这些资料都是对运动员教练 很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红外线的动作分析系统 那镜头要传输信号到电脑上 就会自动制造一些棍图 那些棍图本身除了看之外 还可以知道运动员 比如说关子角度 关子的速度 距离 这些基本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 分析那个动作 究竟合理性是否正确 其实你听到是叫科技测试 就好像只是专业做测试 但其实我们会帮忙做训练监控 我们会用心律、预算 还有其实我们开始存到 那么多数据之后 他就知道整个模式 应该是如何 强度高一点、低一点 那就会最理想 要处理运动员伤患 以及进行恢复的疗程 运动医学中心在这两方面 都可以说花尽心思 运动医学中心 其实有几个不同的专业 我们有医生、有护士、有中医 有物理治疗、有运动按摩 还有我们中国的手法治疗师 我们就配合了整个团队 有一个特别就是中西合璧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的仪器上 可能跟三年、五年前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譬如你说那部跑步机 其实可以令到运动员 可以早一点、正常地走路 有些运动员未能跑得那么多 但在这个跑步机 它可以跑得多一点 让它们可以快一点 回到它们的运动 我们有一个流动伏康室 里面有一部机 就是一个等速机力的测试 或者是训练的机器 那部机器在香港来说 不是太多中心游 那部就是测试 或者是训练运动员的机力 判断运动员准备 回到比赛 或者它可否再提升多一点 那部机器也比较特别 不是那么多地方有齐了 整套普拉提的设施 可能会有一、两个 但如果整套齐了 那我们也挺齐 其实可以帮助它们在康福那边 可能对普通人没有特别大影响 但对于运动员来说 可能它们需要一个很高的需求 所以它们会有些不足 所以我们用那些仪器 就可以帮它们训练到 它们去到手伤之前的水平 运动心理学 对提升运动员的心理质素 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体院的心理专家 正正就可以为运动员提供 以实证为本的咨询和治疗 我们一共有 运动心理中心有五个心理学家 尝试配合教练去协助运动员 在训练和比赛上 都有表现的提升 当然是从心理角度 希望可以调整他们的心理质素 培养他们更好的心理质素 去面对训练和比赛 我们有一个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里面 包括了可能是一些心理的评估 和一些运动心理技巧的训练 我们会在其余的时间 做一些应用层面比较高的 运动心理研究 希望在研究上 得到的数据 能够应用在运动和比赛上 运动营养监控 其实是有两个部门的 一个是运动营养部 一个是运动生化部门 一个是运动生化部门 主要运动生化部门 就是帮运动员驗血的时候 看运动员分练的反应 运动营养中心的主要工作 就是如何透过饮食方面 去改善运动员的运动表现 所以我们贩卖那些汽水机 其实你会发现 是没有任何的高糖分饮品会有的 另外我们体院的饭堂 运动员吃的精英国 我们叫做里面的善食 都会由我们运动营养监控中心 和厨房的经理 一起沟通去安排的 我们的餐厅 其实是会有不同类型的 叫做类型 有一些会是铁质比较高一点的菜 铁是矿物质的一种 主要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制造一个血色素 其实它是负责带氧 去身体跟运动时间负责带氧 我们也负责食物的标签 我们部门负责制造的 我们就会通过这个教育的方式 可以运动员可以看看 每个饭的营养成分是多少 就可以了解到这种食物 有多少营养成分在里面 多少热量在里面 因应自己不同的营养需求 而去作出一个合适的选择 我们的体能训练中心 其实主要是帮运动员 提升他们的体能 从而在运动比赛的时候的表现 可以发挥得最好 在我们的体能训练中心里面 有几个部份 第一个是一个带氧的区域 是训练我们的耐力 然后会有力量训练的区域 主要是训练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和爆发力 另外会有一个速度和爆发力训练的区域 主要是做一些速度充斥的一些训练 最后会有一个伸展的区域 是给我们的运动员做一个放松的 一段都会有一些文献在更新的 就是看看有哪一种训练方法 提升某一种体能元素是最有效的 我们都会去尝试去采用的 但是我们绝对以一个科学化的形式 有文献数据去支援的 我们就会去转 体院亦都为残疾运动项目 提供各个类型的支援 帮一班的运动员争取戒职 好像香港历史上 所谓轮椅剑击女子奥运冠军余翠儿 就在体院支援之下 成就出不一样的人生 双残人士的全职训练计划 就开展了 我自己亦都第一时间参与 我觉得全职的训练 对于我们双残运动员来说 是有一个更全面的支援 可以协助到我们在成绩上 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谢谢ưa Focus 我希望我们先投资了 否则需要提升 我们下期间 明天没什么 这一天